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请我们的新希望的会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新希望 那么多年来呢 新希望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为我们华人这个团体的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 一直没有停息的 主要是谢谢我们华人团体在湾区的非常强的支持 把我们大家都联系在一起 不管是从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还是香港来的还是马来西亚来的 主要是华人我们都能够在一起互相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情 下面我们来请尤婉瑜来跟我们讲 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新希望所做的服务 也非常支持我们服务而有的决心 所以每年就只需要提醒一下他们 邀请他们参加年会 大家都非常愿意再继续支持继续捐钱 所以就像我们的founder Isabel说的 只要我们做得好 那钱自然就会进来 因为大家都会肯定我们 刚才讲的专题论坛呢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等一下就由李教授来介绍 那除了专题论坛之外呢 我们的余小安 我们的年会主席肝胆肠胃专科余小安医师呢 他做了一个胃癌迷你讲座 就是守护未来 那个胃就是我们的胃 因为现代人的生活紧张 然后常常的会带 情绪会带动这个胃的紧张 那怎么样来预防这个胃癌 就是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跟进入我们请到了重量级的赖明昭院士 他是台湾很早以前就做了三 不是他从台湾大学毕业 所以以后到美国来在USC做了 社会做了很多年 然后他主要要帮我们讲的就是说 这个新冠病毒从怎么起源开始最早 那怎么一直evolve到现在这个情形 那疫苗是用什么方式 用这个mRNA或者是其他的carrier把它带进去 所以打疫苗很重要 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message就是说我们是要跟他共存 然后跟他共存 所以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些观念都很简单 怎么样共同跟这个COVID-19 这个disease一起共存 我是新希望这个board member 所以一起在帮忙这个我们每年的年会 非常的荣幸能够服务湾区的癌友 以及他们的家庭 这个新希望是个非常有生气有关爱的一个组织 就是今年的这个论坛会是个非常这个闪亮的一点 我想不仅仅是我们的癌友家庭 以及对湾区的所有的民众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电视机会就行 我们需要他们交给那么多事 我们把电视机发生在这个社会 就是于是俄羅斯区的 那我们的核兰美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